自己心目中也是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品质 后来才自己跳海跳下去水产养殖 也就是为了自己健康的概念 因为从豫章白子慢慢再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 其实并不是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要这样做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商品 清晨为光下海鸥在天上盘旋 寄予着海上香网里活蹦乱跳的可口夹肴 澎湖县西与湘海域形成一股对质却平衡的美感 一日的忙碌才正要开始 就是类似我们人技术的环境 你如果说我们家里环境好少都很清洁的话 住起来就舒服了 员工熟练的像走在海上钢索把新渔网扑平 换下脏渔网 这每个方向顺序都不能错乱 一不小心这整网的心血就可能全部归零 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 一条从小鱼苗到我们能够上宿的不知道洗了多少次 它不能超过五分钟大概都控制在四分钟 因为你太久的话会缺少两次 每三个礼拜大费周章从岸上再清水到海上 帮这些娇规的鱼做全身死吧 我们没有再用药 就是要把那些寄生虫全部要把它杀死 没有它欺负在鱼的身上 鱼最后会得病又死掉 就算这么麻烦 天河鲜鹿多年来为了营养价值还有口感 坚持使用海上销往养殖 大概25.5公顷的澎湖鱼场 照顾起来绝非容易的是 陆上鱼鱼养殖是属于比较轻松的产业 在海上销往养殖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但是要夏天这个决心 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也要帮你洗澡也要换房 不管台风天不管冬天不管夏天 冬天太阳底下大家眼光晒得都好像笨黑轮 在冬天的话又那么难 同样都还是要出海去做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产业 尤其像完养殖业到现在 台湾区也剩下只有7家的产业在建年 今年已经67岁的董事长刘天和 讲起话来乐观坚定中气十足 但当初投入养殖业却只是因为20年前 本来该是准备享福值天命的年纪 但老天爷却和他开了玩笑 为了和上天抢命不得不做出选择 对我本身就是得过癌症的人 因为前后动了八处刀的所是没有大肠 为了饮食上的方便 因为吃硬的吃得下去排不出来 为了要出鱼就是一个比较优良的蛋白质 我们一般在市面上所看到的这些水产品 从海上遗传捕捞到消费者所封 它层层的关卡都会受到污染 既然市面上找不到无毒的鱼 那就干脆自己来吧 五年后他依然决然从做了30年的科技设备产业 决定从零开始又投入养殖鱼业 因为是从一张白纸跨到这个领域 因为是从一张白纸跨入这个领域 尤其我本身又不是澎湖人 当初的概念就是澎湖完全没有工业 就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海 我们坚持不用药 已经鱼养到药缩成 鱼抓起来的送去检验 那种痛苦真正是无法形容整个海上的鱼 那已经有被药物残留 最后发现原来是从外面 采买回来的鱼饲料出了问题 最后干脆连饲料都自己生产 总算在公司成立两年后 2005年卖出第一批鱼货 原本以为苦尽甘来 一切上到正轨 但老天爷却从没打算 这样轻易放过刘天和 说起来是一个很痛苦的 一瞬间全部都毁了 第一个想法还是要再坚持下去 没有任何的选择 包括今年的眼泪粉 总共遇到四处的寒害 每一次也都是咬紧牙均 一直在坚持下去 如果有生猪脸 有经济能力还能够承担的话 一直想要把它经营下去 当时四十多万尾鱼 一系之间化为乌有 损失超过五亿 但刘天和没有花太多时间难过 立刻召集公司全部干部 想出对策 甚至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进行产学合作 让养殖鱼的营养价值 发挥到最大 现在全世界所有细产品的 有Omega 3的 到目前为止 应该就是只有 我们天和的细产品 有Omega 3 天和所有任何商品 绝对出出来的 能够感受得到的 它的风味口感跟人家 绝对不一样 这是有形出得出来的 无形的是在于 它的营养成分 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食材里面 最主要有很多 矿物质的回量元素 如今天和鲜物的海上鱼场 一共有多达三十多种鱼 包括主力鱼种 黄金肠 海卢鱼 海绵鱼 龙虎斑 龙虎石斑 还有海鲤 另外也有牡蠣跟鲜虾 都是能够生吃的最高品质 这种新的概念 什么都没有人在把它发挥呢 尤其我们已经有建立一个 全台湾区最大的 相往养殖的 我们本身在养鱼了 如果鱼加羊就是等于鲜了 OBIT要讲这样新鲜的概念 于是天河这两年 又投入了羊的饲养 给羊池最高级的 美国牧草饲料 铸的羊舍 裁泄物故意分离 创新整合导入超音波 艳运技术 全自动电子棒秤 羊汁生产记录及 云端QR Code 全程管控羊汁生产品质 与追溯系统 甚至引进全台第一套 国内肉种羊管理系统 透过系统化记录 能够给羊汁最好的 营养调配 跟人后标这块羊的 我们最重要是 用颜色的气氛 一定要去清清繁殖 我们吃的时候 就要吃到万十二个 十五年龄才有 屠宰上市 标准 物业 未经理解设 安兆 文静 鴨、鴨、鴨、鱼、農場 包括自己的工廠 等於說是一個全台灣區唯一 全食材的產業又有六級產業 從生產加工到通路 第一陣後的過濾水 我們把自來水裡面 它本來其實是硬水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軟化變成軟水 我們強調是說 你一般家裡面灑開的還是自來水 你並不可能說家裡面會去用 會營用的水源去做清洗 公司這邊強調是說 我們的魚都已經經過好 水清洗 其實你回家只要它解凍以後 它不需要再過清 不需要在家裡面做清洗 你就可以下鍋去做調理 就連包裝用的冰塊 也是採用RO水製作 並且在形狀上弄成扁平 讓冰塊跟海鮮的接觸面 達到最大 保鮮效果達到最好 最後所有新鮮食材低溫宅配 更含便利超商合作 讓健康美味能夠用最方便 親民的方式深入你我生活 從四歲的小寶寶一直成長到 一些高齡的陰髮質順著臥床了 尤其我們又考慮到消費者最方便了 你只要剪刀棍電鍋 其他的你都不必動了 能夠帶給消費者一個很方便 又能夠照顧他的營養 同時天河也不斷研究最新菜色 這個魚羊高湯結合了魚頭 牡蠣 羊骨 熬出食材最鮮甜的美味 湯 鮮而不腥 香而不膩 吃出食物最原始的美味 任何人 踏入任何產業 你只要有靜慧精神 有態度 你就會堅持 你就會堅持的話 你就會去摸索 你就會去摸索 你自然就會成長 每一個人都會終老 但是你要活得有尊嚴 活得有尊嚴就要健康 健康你就要出對食物